这是粉丝推荐的一个神秘悬崖 远远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悬崖上有一些神秘的建筑 这些建筑他也不知道是何人何时所见 根据他的描述 据说这个悬崖某处十四内还有一些神秘的壁画 这更加激起了我对此处的探索之心 于是带着好奇 我在粉丝大哥的带领下 我们利用所见的方式探索了这个地方 接下来看看我们都发现了些什么 那他说你来了 我先把这个解掉进到里面去看一下 可以开始下了 慢点啊这里危险 这里面有一个木箱子 三个木箱子准确来说是 这里面现在有很多这个 鸽子的粪便 这是一个框子 然后这也是一个箱子 总共三个箱子 地上这里发现了一个陶瓷的碎片 这个碎片特别的精美 来看一下 太阳纹中间是一个太阳 这是一个箱子的板子 这有可能是以前放贵重物品的一个箱子 现在还有个柜 这个箱子里面全是爸爸 现在鸽子在这个地方弄了一个槽 他们这边也鸽子特别多 好 这箱子已经腐败了 我们不要去动它 然后洞口的话有一个瓦罐的碎片 看 这旁边有一个石堆 这有可能是 这有字啊 这有发现字了 嘉庆33年2月 上宝春 赵德琼石匠 定万 相当于就是说这个 石市是嘉庆33年的时候 2月份开始修建的 然后石匠的话是叫定万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上宝春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 留了一个比较有用的信息 然后旁边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石堆 这个旁边有一个瓦罐 有可能这个地方 以前堆放的是人的骨头 有可能 只能说是有可能 一个台特 因为它这个地方已经是被掩埋到下面了 具体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要去碰它 这会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爬上去 继续探索这个崖壁上其他的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从那边过来了 在上面是找了几棵树 做了一个锚点 然后下到这个裂缝 这个裂缝中间 它是有石墙的 我们现在下到里面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从上方下来了 下来这个石墙 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一米高 然后宽度的话 在两米左右 后面是一间不大的石室 然后并没有什么有架子的这个线索啊 墙上也没有一些文字 然后它这个地方下面有一些孔洞啊 有一些孔洞 有些孔洞 它这个地方是可以从这边慢慢的爬过来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是有人为雕刻的一个痕迹啊 站着的印子 还有可能以前是从这边可以进到这里面去 但是这里它是断成的 也有可能是从下面往上爬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为开刀的这个痕迹 那是一个被风化的石头 整体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开始往上爬 这里的这个架子还没有 那边的这个洞穴的架子高 我们现在是要往左边继续探索 左边还有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这个点是坐在岩石上的 是打了一个窗孔 然后从这个地方下去的话 是可以直接进到这个里面去了 里面上去 可以直接进到里面去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往下手下 穿越这个 来树 现在我们下来了20米左右 然后 进到这里面来看一下 哇靠 它这里面也是一间石室 然后并没有任何的文字 旁边对着有一个石堆 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这边的话 地上是一些石堆 这个石堆为什么要在这个角 这个地方 很是奇怪啊 那这里是一个 鸽子的窝 也是鸽子的窝 里面的话有一些罐子的碎片 几个罐子的碎片 看一下 这种罐子的碎片 里面是黑色的 外面的话是那种土碗 土碗 对吧 那种感觉 它是埋的 这个里面 地上这里是有一些泥土 这个也不大 只有五六个平方左右 的一间石室 上方的话有烟熏过的也很几 所以我们这里是 这个 生过火的 有可能这个下面也埋的有东西啊 但是我们就不要去动它了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孔 我估计以前的人是在这里啊 用这个孔 挂着绳子 然后从这个 下面往上爬的 然后上来之后就会把绳子收掉 就是这个样子啊 动了很多这个鸽子的分点 然后等这个大哥下来之后 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爬上去 做一个收成系统 直接从下面下到公路上就 可以回去了 然后在这个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呢 还有一个 石壁是围墙 我们到时候过去看一下 我们打算走的时候 这个陆大哥在这边发现了 一行字啊 这里写的是 嘉靖 32年 10月 28日 金春 许冲 还有许 什么窑 还有这边是 一 北 米 一倍米啊 一倍米 然后 来 40 然后旁边是有一个什么许 也是许万 那边应该是许万了 就这个实际上是许万 他们这边雕刻的和这边雕刻 它是同一个实际来挖的 这样的一个 石室 这边是金春的 那边是另外一个村子 那边是另外一个村子挖的 但是实际上都是一个人 其他地方就没有了 这个洞有个传说 这个洞 这边村子老人说是有个啥 有个啥 有个 有条黑龙 有条黑龙 黑龙在里面 所以人不敢上 上了就被人就被吃掉 哦 有条黑龙 然后他就没有啥 就没有其他传说了 是吧 哦 还是有个传说的 但是这个明显是 当地的初智 有可能 这个躲避战乱 进到这个地方来开招的 好 我们现在 从这个地方下去了 下去去那边再继续探索一下 现在我们从那边的一个洞窟出来了 从下面爬到这一层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是有很多人为的一个 痕迹的 然后这一个石墙 旁边还有一个窗户 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封起来的 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封起来了 然后这边应该还有一道石门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这些石墙都是松动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罐子的碎片 然后 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 一槽 十孔 你们从这个地方下去 下去 我们这里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石墙 下面还有一个石 这个里面最精美的一个点是在这个岩壁上 在这个岩壁上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幅画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壁画 它上面是一个莲花 莲花上面它是一个像碑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上面是一个挂像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挂像 然后下面是一个座子 这个很奇怪 这个会不会是这个 跟白天教育有关呢 大家觉得呢 这只是一个猜测 我们来看这边的壁画 这个地上 还有一个 这个不是 我以为是 它不是 看这边 这边的壁画会更加的奇特 这边是人物的一个壁画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人 骑了一个马 拿了一个剑 从那个帽子来看的话 它不是我们汉族人 它更像是蒙古族的一个士兵 然后大家看这边 这也是骑着一个马 然后拿着一个旗字 拿着一个旗字 一个旗字 然后这上面好像是有一个 太字 好像是有一个字 不知道是什么字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往这边你看 这个劲是往这边飞的 劲是往这边飞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时间是 崇祯十年 正月十八日 起 起功 就是说它这个时间是说的 这个帽子是在 崇祯十八年 崇祯十年的时候 正月十八日的时候 开始修建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看 这个很奇怪 这像是一个和尚 看到没有 像是一个和尚 然后 他被箭射中了 射中了他的屁股 然后他是没有穿衣服的 然后有个靴子 穿着一个鞋子 在往这边逃跑 我们沿着这个壁画 往这边看 这下面又有一幅画 下面是一个妇人 看一个妇人 跑的时候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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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这幅画就很奇怪了 大家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方框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骷髅头 有一个骷髅人 然后放大之后 大家看 这又是一个大的骷髅 就跟鬼一样 很诡异 然后他中间会有这样的一些 小的这种圆圈 不知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大家看这边 哇这边啊 这是一个头发利息的人 他也是没有穿衣服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没穿衣服的 他这个胸肌都能看到 然后他拿着一把长刀 正在 呃 在砍杀这个人 正在砍杀这个人 这个是戴一个帽子的 还没有 戴帽子的 有手 然后上方又是出现了一个方框 然后往这边走的话 这个壁画就结束了 就从这边到这边 这个磨牙壁画 有凉密长的一个距离 而且他的雕刻 非常的精致啊 然后很形象生动 这里还发现了一个吗 噢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老鼠 发现了一个老鼠的这个 啊 异画 这是银刻 然后旁边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个圆形的石巢 大家觉得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我估计哈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放粮食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这里有一只老鼠 然后 槽的这个缸里面的 它应该不是水缸 有可能就是一个粮仓 在古代 出粮食的 整体的话 这个地方啊 这碳密啊 我们基本上就到一干东了 就是说 它那边这些 岩壁上的一些孔洞啊 是在嘉庆年间开着的 它是晚于这个石窟的 它晚于这个石窟 是不是很奇怪啊 然后这个石窟的这个内容 是最丰富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啊 我感兴趣的可以来这边研究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地方下去了 现在我们从这个上面 悬崖上面的这个带子下来了 下来之后 它这下面还有一个围墙 从这个地方一直围绕拉边 说明这个地方 从上面呢 应该是在同一时期修宴的 就是崇祯年代 崇祯年代啊 崇祯年代 现在这个地方长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荆棘 从这个壁画上的那些人物啊 我判断了哈 它应该是属于这个 呃 这个地方在古代应该是属于边防 然后就是蒙古族 达达应该叫做哈 在达达进攻这个中原的时候呢 啊 这些地方啊 这人呢 受到了一个破坏 于是他们跑到这上面来 就像这样的一个躲避战乱的一个 庇护所 雅居 然后最后就是在上面 雕刻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推测 也有可能是白年教的这个 对不对 是吧 也有可能是白年教的 因为它有那个梁花 对它有一个梁花的这个 造成的一个 好这些视频了 我们就拍摄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觉得这些洞穴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交流一下 拜拜